中国小将出色防守,将世界名将打得心服口服。 阳光男孩柳雷,是峨眉传奇一位战将,帅气的他来自安徽富阳,目前在白沙格斗接受训练,是广大观众朋友的老朋友。 柳雷最早是散打出身,后来转打泰拳,多次在全国泰拳比赛中取得过不俗名次。 这几年,国内自由搏击赛事此起彼伏,柳雷也十分积极地投身其中,并且有过朱泰拳名将帕桑乱和日本高手凑西翔的经历。 然而在不久前,柳雷却迎来了一场纯泰规则的比赛,对手是来自挪威的泰拳汉将李德尔,这对于柳雷来说是一次莫大的考验,毕竟早已久输纯泰的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。 对手李德尔长期打纯泰,开场后反客为主,连续的立体进攻,尤其是走法让人印象深刻。 柳雷在面对对手的凶猛势头,加上对纯泰的略显生疏,让他在开始阶段显得有些被动,不过神奇的是,擅长防守的他还是能够的。 最关键时刻,能够避开对手攻击。 随着比赛的推进,柳雷逐渐找到久别的感觉,走法同样十分惊艳。 欧戏泰拳与泰国泰拳不一样的地方,在于节奏要快很多,所以还是会打柳雷措手不及。 柳雷在防守方面的优势,让他即便在身处逆境,也能够调整出非常适合自己的战术,十分有弹性的让对手攻击不能那么的顺畅。 内围是缠斗方面,柳雷表现得也很是出色,在比赛第二回合后半段,他逐渐带起了节奏。 进入第三回合,柳雷以攻为首,利用前手拳不停突击,对手一时找不到办法。 建立优势后,柳雷连续扫腿攻击和转身后摆,显现出对于比赛的自信。 李德尔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打内围,柳雷良好的内围控制和主动的攻击,让对手一筹莫展。 最终三回合战霸,柳雷获得胜利,纵观全场,防守至关重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